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那我們在看一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看熱鬧 還可以去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來收聽收看 接下來跟大家談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我覺得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哦 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好像是一本小說 可是他的確不是小說 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是由一個算是退役的檢察官 就是待著三年九個月的檢察官 離開了整個檢查系統之後呢 在寫完的這一本書叫做 扭曲的正義哦 今天在線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扭曲的正義的作者吳欣 欣欣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欣欣 我們其實今天是在透過視訊連線了 欣欣現在人在德國 那跟我們一起來談這一本書 我想一開始的時候先請教欣欣就是 當時因為你是一個檢察官 然後離開了這個檢查的系統 那我想這個很多人對檢察官 或是對這個司法系統 可能都會有一些 印象哦 特別是檢察官大部分都會是英勇辦案啊 或者說我們常會看到一些檢察官 跟著這個帶著警察去 踹這些什麼特種行業的門啊 然後看起來非常非常英勇 然後幫我們抽失撥檢很多的問題 不過你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卻寫了很多在檢查系統 包括還是警察系統跟媒體之間 的一些非常複雜 甚至某種角度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不堪的一種狀態哦 可不可以信仁告訴我們說 你在這裡面提到的一些 這個檢察官的現象 例如說他們的勞動條件啊 或者是他們的工作條件 或是要面臨到各式各樣 資源上面不足的問題 因為我在裡面看到一個一句話 很有效說要錢沒錢 要人沒人 要資源沒資源 哎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犯案你們在警察之後 就干涉你們嘛對不對 收集資料 如果這些資源不夠的話 怎麼去收集這些資料 收集這些證據 證明一個人有罪或是無罪呢 其實就是這本書 他其實我沒有想過 要把它當成小說來寫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可能每個人切入的角度不同 所謂的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那可能對於這個體系 一無所知的人 或者是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可能對於檢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或者律師也好 對警察各個職業的人 包含媒體 在那職業的人 仍然活在就是說 什麼電視劇啊 或者是電影 因為我們都知道 電影或電視劇 他們一定會有 為了劇情的關係 所以一定會有誇大 或者是說會有一些 或者本身可能編劇者 他也不是這個行業的人 所以他可能有很多不了解 或誤解的地方 那可能很多民眾 就活在那樣的世界裡面 所以他們看這本書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在寫小說一樣 可是我必須很殘酷的告訴大家 說這本書裡面所有內容 全部都是事實 他就是對於 第一線的實境的一個描述 而且其實事實上是 可能很多人覺得這本書 看完以後 有些人可能抱著 獵奇的想法 就看完以後就覺得說 跟我沒關係 看一看以後好 那就覺得這種現象不應該存在 然後就結束 然後完全不去想說 這些問題 可是事實上是 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 我們公民社會中的 我們民主 然後我們是一個民主的 選舉的國家嘛 然後又是一個法治國家 其實我們所有的公民 其實都是 這本書裡面 他可能構築這本書的 實境的一個 幫兇 對 或者說我們在點擊螢幕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幫兇 那所以說他其實 這本書他其實是 不是一個小說 而是實實在在的狀況 甚至是可以說是 他其實是一個 可能我們每天在看新聞 都會看到的 實際的狀況 大家可以發現 這本書在後面的文獻的部分 我們的編輯 很認真的有把很多新聞 都列入後面的參考資料 那如果大家看一下 這些參考 再會發現 哇 這些新聞應該是 大家多多少少都看過了 那怎麼解讀方法 或者說 去寫出真相的內容 竟然是如此的殘酷 那其實他才是真實的狀況 可是事實上就是如此 那所以他其實 嚴格來講 他其實不是一本小說 而是一個實境 但是回到就是說 我們當初在念 剛剛我就講到高中 念法律 對 那我念法律 那我後來念了法律以後 其實事實上是 學校的老師 教我們的東西 都是理論 都是法條的東西 因為法律系的教授是這樣 我相信您是 我不敢在觀光面前耍大刀 但是您傳播學院教的這些理論知識 也應該都是 不可能出現在這本書裡面的第三部 那警察 對 那我現在警察 就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對 應該不會出現在傳播學院的 就是至少可能會提到這個現象 但是一定告訴學生們說 不可以就是有比如說 或者說跑去檢察官辦公室裡面 然後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要求 那警察學校 警察大學也好 或者是警專也好 也不可能教學生要比如說要違法搜索 或者說要理論上不太可能教啦 然後或者說要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那同樣的回到我們法律系 其實法律系的教授也不可能教學生 就是所謂的 我們等一下可能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可能可以談到的 這些聲管這些問題 或者說也不 而且可能法律系的教授可能也不會知道說 或者說也不會提到說 在實務上沒有錢的狀況是要怎麼辦 因為事實上是法條就規定很清楚 應該要怎麼做 那可能 他們就會覺得說 錢的問題不是一個實務工作者 應該要去煩惱的事情 反而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 法律規定怎麼做 那實務工作者就必須怎麼做 應該是這樣才對 所以 所以其實法律系的教授也不會去講說 也不會跟我們提到說 顶多就是在像研究所的セミナー 在研討會的時候 研討課的時候 老師可能會提到實務的困境 但是事實上 在沒有錢的狀況下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老師說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想得到 在一毛錢都沒有狀況之下 要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在裡面提到了實際的狀況 例如說你們今天可能要去做送檢定 或什麼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 這好像做一個檢察官 一個檢察系統 應該要去收集完備的資料 但是看起來不只要錢沒錢 要人沒人 要資源沒資源 就是感覺是一些基本要做的工作 他都沒有辦法做到 到底這個環境 到底這個資源出了什麼問題呢 對 其實很多 很多人都會 比如說看的新聞 就是在指責說 為什麼沒有做 沒有做什麼東西 但很多人可能根本想不到 背後的問題其實是 國家根本沒有這筆錢 OK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這前陣子不是到現在為止都還蠻 引發蠻多新聞爭議 新聞討論的議題 就是比如說精神疾患者的 精神疾患而犯罪的議題 那其實我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說 其實在刑事訴訟法裡面有規定所謂的鑑定 那在刑法裡面有規定所謂的 因為精神疾患而導致辨識能力 或者是控制能力 然後下降 或者說嚴重 或者是欠缺 然後可能在罪責上面 可能會有無罪責 或者就是所謂的無罪 或者是減刑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精神疾患 並發而犯罪的案例 其實在實務上並不是像新聞所報導的這麼多 但是如果因為這些疾患而發作 然後而犯罪的時候 其實在第一時間是偵查 然後可能偵查完背後才會起訴到法院 那距離這個案件進到法院 可能距離犯罪到 進法院到距離犯罪的時間 可能已經長達一兩個月兩三個月了 那在這段期間中 他被告可能有被羈押 他可能在看守所裡面有一些治療 或者是有一些處遇 有一些比如說精神科醫生 可能會去投藥這些的診断 所以在這個階段中 如果儘早的鑑定 可能是最有助於還原案八十 他的精神狀態的 可是事實上是 我必須坦白的告訴大家 目前台灣的偵查實務是 沒有錢 一毛錢都沒有可以做精神鑑定的 也就是說沒有預算有這個項目 沒有這個錢做鑑定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我在捧檢的時候 我在偵查中 我做過很多次 有做過幾次的鑑定 那這個狀況 我的做的這個鑑定 其實是一個 在檢查體系中 其實是一個例外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聽說 萬一我錢怎麼來的 當時我錢怎麼來的 我必須跟大家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可笑 我當時是因為 比如說像我當時發生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精神疾患 又喝酒 然後再加精神疾患 那個就變得很複雜了 他到底是因為喝酒造成的 還是因為本來就有病造成的 還是兩個重疊因子的造成的 那這個人被羈押起來 因為他開著車子跑去衝撞機場 然後這個案子 他後來被關起來的時候 他進看守所後 又打又毆打 還有對於監守管理員施暴 所以我們就很懷疑說 他到底是不是 我們就很懷疑 這種狀況太明顯了 懷疑他是不是真的精神疾病 懷疑他是精神疾病 因為一般人都已經被羈押起來了 怎麼還會去 他們明明就知道 這個看守所的管理員就是要 他就是要自己被羈押了 那他也是要自己被關起來 如果他知道的話 如果應該不至於會去 毆打執法的人員 那他對於執法的人員 都有這種施暴行為了 那所以當時我們要做精神 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在偵查階段 甚至在他毆打完 這個接手管理員以後 馬上做精神鑑定 可能是最好的時間 可是當時的狀況是沒有錢的 那還有我在這本書面 有提到一些 有提到一些案 或者是我的明天堂專輪中 有提到一些案例 那這些我做過精神鑑定的錢 是怎麼來的 是要上千層 上千層 然後挪用我們地檢署的事務費 所以要用 自己想辦法去找錢來就對了 對 可是大家知道事務費 不是拿來做鑑定的 而且大家知道這個鑑定費用 坦白講台灣的精神鑑定費用 跟先進國家比真的已經很便宜了 儘管如此 但是一個鑑定 它最少最少要1萬多 像我之前做的那一件 大概是1萬6到2萬左右的價碼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做了一件 如果事務費這樣挪的話 那我們全台灣各地的地檢署 其他的項目都不用做了 就專門幫精神鑑定 疾患者做鑑定就好了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做一件 如果就要1、2萬支出的話 那地檢署還有多少事務費可以付 因為那是事務費 所以其實這種挪用 這種挪過來做的這種方法 其實它不是一個正規的做法 所以必須要上千層 經檢察長同意 還要考量 還要經過 比如說跟書記官長等考量地檢署 今年的錢到底夠不夠 所以這種做法其實 應該說這種挪用 它其實不是違法 它是合法的挪用 但是問題是會導致 那是一個不正常不健康的 它也會去影響到其他的預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到底這個檢查系統的預算 到底一年是多少 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人 尤其像看社會新聞的時候 都覺得什麼事情 都是司法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詢一下 我們台灣 這也是公開資料 台灣每年的預算編列 整個司法加法務部 法務部還包含了矯正系統 還包含了兩岸司法 就是預政系統等等 所有的加起來 整個司法 我們好像每天新聞都在罵司法 可是加上整個司法院 而且司法院是包含了民事行事 和行政等等的 還有公務懲戒等等的 所有的案件加起來 而且司法院的預算是獨立的嘛 因為依照憲法它是獨立的 所以整個司法院 再加法務部的錢加起來 大家可以看看 大概佔了年比例 佔了我們整年度多少錢 這非常好 我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好像我提到2017年的預算 我只能說它在國家的整個預算裡面 佔的非常少 更不要說 因為法務部隸屬於行政院底下 所以因為這種預算的 法務部其實是很窮的 很沒有錢的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整個預算 全部幾乎都集中在 所謂的國防和衛福部 在司法 法律層面 大家說我們是個法治國 但在法律裡面的預算 其實是非常少的 佔非常少 即便說所有的媒體 好像每天都在講司法的 都在講法律有關的事情 都在報導社會新聞 但事實上是 它佔的預算是非常少的 那這個還有個問題在於 去預算沒有用在 沒有花在刀口上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體的資源 相對之下是非常欠缺 而在法務部 我們可以看到 行政院法務部 然後再到檢查 檢查系統 其實就是層層的下來 那個預算可能更少 那也因此會讓我們很多時候在 應該要做的基本的鑑定 或是基本的資料的收集 證據的收集 可能都有困難 你提到說 在這裡面 如果你在檢查系統要升官 首先要忘記信念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非常的殘酷 就是會讓很多人覺得說 我要好好的工作 我要升官是很正常 可是要忘記信念 這個其實是一個理想跟現實上面 一個衝突 而這個理想沒有辦法實現 可能跟你剛剛談到的那種種的資源 或是內部的評鑑系統有關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來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先到旁邊的解認 不是每个人都会忘记信念 而是这个体制 逼着我们要去忘记信念 官越高 责任越轻 事情越少 而且还可以怎么样子 还可以滥用权势 然后来评价 要把这个地检署检察官送 只要不合他的心意 跟他公然对着干的这些检察官 去想办法去弄他 甚至是跟媒体抱在一起 然后透过媒体去报导 这些基层检察官的片面的黑料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大家当然会想要往上升 而且谁不想要权利 可是问题是 我要讲一个最残酷的事实是 我跟我的这个资深的学长姐们 有讨论过 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了解升官的标准 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不是很清楚 至少在过去不是很清楚 我要怎么样才能当上主任检察官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 从主任检察官升上 高检署当检察官 这个升官图存在 我们都知道要这样升 可是标准何在 所以前阵之前检感是有人 推出主任票选 可是在后来推出了 主任票选检察官以后 又发生了 有原则必有例外 高层又拿手 又把手伸进来 然后要在中间做一些角货 比如说要把票选名单 再增加一个移租名单这类的 你就会发现说 那这个移租名单 为什么高层可以再放一些人进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他就会想办法 比如说如果自己成为一个 上了新闻的大检 然后受到媒体的关注 然后办出很多轰轰烈烈的大案 那也许 大家就会想 也许我有机会升官 那因为很多人都是走 这样这条路上去的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想 那我就这样子走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非常好看 扭曲的正义 我觉得我自己 我应该看了三遍 那看了三遍一部分是要去 本来要做推荐一定要看完 然后第二遍就是要访问新颖 那第三遍就是 我要准备上课要用 就是我今年的课程 也推荐同学的指定读 就是扭曲的正义 因为这里面谈到非常非常多 食物上面的问题 学校教的理论是一回事 可是回到那个食物上面 不管是检查系统 不管是警察或者是媒体 其实很多食物的问题 你必须要清楚要明白 我们刚刚在跟上一段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到访问的 这本书的作者新颖 他其实也跟我们谈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就是检查系统资源有限 所以刚刚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要做精神鉴定 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钱的 而且还要去挪用 在合法的范围当中去挪用经费 那当然不会是那么多人 都发生精神鉴定 需要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送精神鉴定这件事情 可是有很多包括好了 车祸的鉴定 或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鉴定 难道这些跟大家民众生活有关的 这种所谓的法律的必要程序 检查官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资源做吗 这部分我觉得还蛮有趣 讲到车祸的话就是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以前就更早之前 我一分发说在彭检 那彭湖不是直辖市 但是现在的经费 现在的钱我不知道 我是说是当年 我想当年三五年前 当时因为他不是直辖市 所以当时如果是由司法机关 就是由地检署或者法院 送鉴定的话 是不用收费的 但是我后来调到 在彭湖检做了两年后 调到新北检 新北检是直辖市 我发现直辖市对于 就是那个司法机关 送的车祸鉴定都要收费 那每笔的费用 当年我不确认现在的钱多少 我忘记去查询 现在每笔是每一个人 每一件车祸大概是三千块钱 当年是三千块钱 我要讲的事情是 大家可以想 大家应该知道 新北车祸有多少 然后民众呢 常常就是说小插状 他也就是只有个小破皮 他还是要告嘛 那所以他告到地检 他就是要告过失伤害嘛 即便只是 甚至有些案件 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扭伤 他也是要告进来 那告进来 我们就要确定 责任到底是不是 他告的被告嘛 那有些 其实车祸鉴定 他有些是需要专业 可能要送鉴定 才能够 才能够 民众才能够幸福嘛 但是这笔钱的部分的话 是 一笔三千块是没有钱 没有钱的 所以通常都是要 要求要当事人 自己支付 那我很多律师 我很多朋友是律师 像当律师在跟当事人 智商 比如说车祸案件 他接下这个case的时候 就会告诉民众说 之后检察官可能会 要你做鉴定 这笔钱可能得支付 就如果委任律师 当事人就会清楚 但如果没有委任 律师当事人 他可能就在侦察庭面 曾经发生过 就大吵 说为什么 我已经有倒霉了 为什么要付这个钱 那你不想付这个钱 可以啊 但是就是没钱做鉴定 因为地检署 没有这笔钱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很多资讯 基本的资料也因为 这个经费的关系 它事实上就很难收集 但也会影响到 最后的这个法院的判断 会会 当然会影响到 但是事实上是 其实就是说 通常的鉴定结果 通常鉴定结果 跟就是 跟我们 跟法律专业人员的判断 除非是那种 很复杂的那种车祸 我通常的鉴定结果 应该跟 法律专业人员的判断 很多案件 它不会相差太远 但是有些案件 就比如说 我刚刚讲到 复杂的案件 或者说像精神疾病 这些的案件 或者说还有像 火灾现场的鉴定 那有些当事人 可能就是 会不愿意信服 就是消防 消防那边的 鉴定结果 他们觉得 要求要委任 就是比如说 像是 城大啦 或者是公立大学 第三方 或者第三方的鉴定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如果说像这种 大学的专业团队 做鉴定的话 你一定是要给人家 鉴定费用 当然除非是这个案例 特殊性 比如说上了媒体新闻 然后学校单位认为 他有研究的 刚好也有研究的食物 给学生食物 教授们也想要做 这样的 这种合作 那当然 这不是长久之计 就是说 去拗人家 免费帮你做鉴定 那不是长久之计 但事实上是 目前台湾的状况 大概就这样 嗯 你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是我们上一段 提到的 我觉得那个非常震撼 就是要升官 首先要忘记信念 为什么你要下这么重的标题 来做这样的一种 很严厉的指控 或者是很严厉的描述 在现实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这本书的小标题 其实多数是编辑下的 也就是说 呃也就是说 呃编辑看完这些出稿后 然后重新做整理以后 他认为这一部分的内容 其实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那我也 那我看到 编辑下的标题后 这部分我也没有意见 因为我认为 也是 事实是如此嘛 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样子 而且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会忘记信念 而是这个体制 逼着我们 要去忘记信念 嗯 所以标题是这样下 那事实上是 呃 呃在检查体系中 有一套升官图 就这套升官图 大概就是说 呃当检察官 当满了几年以后 就可以开始遇到 面对要不要身上 所谓的主任检察官 那身上主任以后 他有机会 可能之后身上 在身上当相悅 或者说 在主任中 在临选 他可能在身上 二省高检署当检察官 那当上高检署的检察官以后 也有机会再派到 各个地检署当检察长 然后也有机会 升任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那事实上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呃 看有看完这本书 然后也有去看 就是我之前有录过 在公司录过的 小检业未免的节目的话 就会知道 当时我们在 那个节目中有讨论到 就说越往上 工作是越轻松 大家可以想象 高检署在做什么 呃高检署 依照刑事书法规定 高检署 他侦查的案件 只有内乱外患 嗯 都害国交 但是这会 平常不会发生啊 台湾有多少 内乱外患 妨害国家 妨害国家 我们又不是缅甸 嗯 所以 所以说 呃 高检署 然后这边就审核在意案件 前阵子发生的 就是地检署和高检署 台中地检和 呃 台中高分检 发生的冲突事件 就是因为 高检署的在意 然后 然后把这些 地检署检察官 他们认为要 评定不良好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争议 就 也就是高层和基层之间的 因为高层 因为高检署检察官 久不办案 他没有实际上 在同时侦查 他已经脱离侦查很久 而且他们常常会 天外飞来一个 可能远古时期的 侦查手法 嗯 然后要求地检署检察官 这样做 而且 所以这就是 其实常起来 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 大家会发现 官越高 责任越轻 事情越少 而且还可以 怎么样子 还可以滥用权势 然后来评价 要把这个地检署检察官 送 只要不合他心意 就跟他公然对着干的 这些检察官 去想办法去弄他 甚至是跟媒体 抱在一起 然后 透过媒体去报导 这些基层检察官的 片面的黑料 嗯 那 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 大家当然会想要往上升 而且谁不想要权力 可是问题是 我要讲一个最残酷的事实是 因为我在司法官学院两年 受训两年 他又当检察官 当了三年九个月嘛 我坦白讲 我跟我的 比如 我跟我的这个 资深的学长姐们 有讨论过 就是说我们 其实没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了解 升官的标准 嗯 就是我们 其实不知道 我们不是很清楚 至少在过去 不是很清楚 我要怎么样 才能当上主任检察官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 从主任检察官升上 高检署当检察官 这个 这个升官图存在 我们都知道 要这样升 可是标准何在 所以前阵子 之前简改是有人 推出主任票选 可是在票 后来推出的 主任票选检察官后 又发生了 有原则必有例外 高层又拿手 又把手伸进来 然后要在中间 做一些缴获 比如说把票选名单 再增加一个 移租名单这类的 你就会发现说 那这个移租名单 为什么高层 可以再放一些人进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后来就会想办法 比如说 如果自己成为一个 上了新闻的大检 然后受到媒体的关注 然后办出很多 轰轰烈烈的大案 那也许 大家就会想 也许 我有机会升官 那因为很多人 都是走 这条路上去的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想 那我就这样子走 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好 您提到 就是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 我们圈内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说 在升主任 或者是从主任 往上升的前夕 尤其升主任前夕 有些检察官 会开始起诉 一些媒体的答案 但起诉后到法院后 这个案件就成了什么 烫手三玉 因为侦察不完备 公诉检察官也抱怨 因为我们说 公诉检察官就指说 这件案件 他起诉到法院后 我们不是会有个 立庭的检察官 那在大地检 公诉检察官 和侦察检察官 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那像在澎湖地检 这几案几例 就是我起诉的案件 我自己去立庭 所以我起诉的 一个烂案以后 我就要自己承担 但是在大地检 公诉和侦察是分开的 所以公诉检察官 就开始抱怨 公诉检察官 其实私底下会抱怨 侦察检察官 侦察不完备的 那变成说 公诉检察官和法院 就要承担这个烂摊子 那最后 可能他起诉了 一堆的贪污案件 一排 一百件案件 假设一百件 可能中间只有 两三件判有罪而已 或者像毒品案件 一口气起诉 一百多件毒品 但事实上 只有几件能够判有罪 或者说因为证据不明确 一审到二审 二审改判 又怎么样 然后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又发回 像一件毒品案件 最高法院发回 两三次的都有 那像这样的案件 可能他其实在 院方的评价 或者是说 在公诉检察官评价 这个检察官的 起诉品质是有问题的 可是事实上 是因为他太有新闻性了 而且他成为一个很有名 我们有个很老的说法 这个说法叫 充足检察官 就是很充的检察官 就是常常会带着媒体 去踹门的那一种检察官 那个更久以前了 而且其实事实上 是带着媒体踹门的这种案件 应该不是真实的检察官 是你们看了某部电视剧 我的印象 因为其实事实上 你刚刚讲 就是说我父母亲可能也 这个问题可能得问我的父母亲 当时为什么让我认为法律 不过其实事实上是 电视新闻说 大家看到的某某电视剧 有名的叫廉政英雄 对 廉政英雄 而且我要讲 廉政英雄最荒谬的事情 是还是法务部合作的 但事实上里面具体 所有的只要是念法律的人 其实不用实务工作者 只要是大学生 全部都会很傻眼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是法治国家 那检察官的工作 我在书里面一直不断的强调 就是说检察官 他其实所有的法律守门员 他是透过程序正义的方式 来发现实体正义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 我本凡人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可能从神的高度来预测 或者说通灵 然后了解 所以你只能从SOP和程序 来找到真实真相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跟当事人打架 或者是勾打 对 那个打架在新闻的话 在那个廉政英雄里面 实在是非常荒谬 你刚刚提到在升官之前 这样的一个案子会特别的多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媒体效益 媒体的这个注目 这当然可能会认为 他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对他升迁是有一些帮助的 可是回到一个跟媒体的关系里面 其实你这里面 除了处理跟警察关系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媒体的关系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侦查不公开 我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大概就跟高永成律师 现在的监委 然后跟司改惠 我们就在推动侦查不公开 可是每次在谈侦查不公开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阻力 这个阻力一部分是来自于 这个检警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媒体 检警就是 其实你叫跟他讲说 正常不公开 最后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去泄露出去 可是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他就说你监察不公开 其实就是会有某种的刺案的可能 你正常不公开 那我怎么在媒体怎么报导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一部非常有名的纪录片里面 这个导国杀人记事里面 提到的书建合案 那也看到蔡重荣导演 他其实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常常受到检方的各式各样的阻挠 那也因此他会有一些比较属于突袭式的采访 那因为侦查不公开 然后检察官又不愿意去讲这些东西 所以他会有很多突袭式的采访 所以看起来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立场 他在对侦查不公开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不同的 这种期待或者是不同的反应的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侦查不公开原则的滥用吧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发生了一个误解 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苏案 苏建合案侦查的初 我们知道案件 这是对于刑事出动法的理解的问题 就是说这案件的侦查初期 到侦查终结为止 它是属于侦查不公开的范围 这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 侦查不公开作业要点 它都有规定就是说 我们所谓侦查不公开的范围 对但如果一个案件 他已经比如说他已经定验了 他已经三审判决定验 那之后可能还有再审或非常上诉的机会 不过再审和非常上诉 终究是一个特别的程序 或者说一个案件都已经一审判决了以后 那如果媒体想要去了解 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 或者说像可能有些 有说出于职务监督的这些角度 想要去了解这个案件的过程的话 他其实对于这些已经公开的判决 而且判决面都已经写出事实了 对不对 那也写出了 判决书里面一定会交代证据有哪些 那想要去了解这些证据的内容 它本身这个部分的就不是侦查不公开的范围 但是我们所讲的侦查不公开 我在书里面提到的事情是这个案件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我说办公室里面的卷宗 它是什么案件 它是侦查组检察官在办公室里面卷宗 那这些是什么 比如说检察官在研究的案件是什么 是还在侦查中的案件 它不是一个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 那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的话 检察官基于伦理规范 它到底能讲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 如果它是已经 就是至少要判决 已经有判决了以后 或者是已经侦查终结了以后 这个地检署 它有透过发言人 或者就检察官针对这件案件 然后做了一些澄清和离清 比如说媒体报道误报了 那地检署发言人做了澄清 而且甚至是地检署发言人做了澄清 甚至可以在侦查终结前 就是随时在针对媒体 做一个回应 做一个澄清 这是都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依照一个正当的要点 然后还有厘清事实的真相 这些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指的事情是 比如说刚刚我们在举个 更极端的案例 就是像妈妈嘴的案件 那个咖啡店的老板的事件 请问当时媒体在大报特报的时候 请问法院一审判了吗 不是应该说请问检察官起诉了吗 根本连侦查都还没有终结吧 甚至他可能会比很多的 这个法律的人 或是当事人更早知道 这个案情的发展 很多的媒体都直接爆出来 而且知道的事实 可能不是当事人知道的事实 是警察官和警察知道的事实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 可能很多人 有些人会 有些人不想要被监督 他就会滥用侦查不公开的概念 就好像放在地检署 或放在警察单位 就是侦查不公开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今天这本书里面所讨论的 不是指这种 不想要被监督 或不想要被检讨 其实事实上是 大家可以想看 知道其实这几年来 我要讲的事情是 您刚刚提到的一些 看到新闻媒体的报道 这些东西 很多可能是 我们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所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检察官 跑去踹门 因为我的经验 是没听说过 检察官跑去踹门的 因为这是需要高度专业 踹门也是一个高度专业 不是你攻坚的时候 如果检察官第一个 那请问你 如果这里面的人 射出子弹来的话 那谁来 不是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在现代 我说的事情是 我们可能要离开 过去的想象 回到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就我所知 我认识的多数的学长姐 其实是非常反对 是很多啦 就是正常一点的 检察官们 是不喜欢就是说 媒体一直不停的纠缠 他们问他们 还在办的案件 因为一个不小心 如果说错话的话 后面的可能会影响的 都是因为会有 检察官伦理问题 可能会有评鉴的问题 或者是说 可能会被告的问题 那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在 司法官学院的教育 或者说我刚刚讲到 法律学院和实务上的落差 那在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训练中 都会告诉我们说 如果真的有发言 或澄清新闻的必要的话 是要透过地检署的发言人 对 所以我们喜欢这个 所以就刚刚谈到说 其实这个不应该被滥用 然后事实上 他在法律上面 有非常明文清楚的规定 对 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我不晓得 就是本来想要当检察官的人 看完你这本书 会不会就不想当了 那或者是他对 哇 这个这么黑暗 然后要升官 就要放弃理想 放弃信念 我不晓得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那但是我觉得一个 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问你的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呃推荐序 就是王老师 就是王玉皇 王黄玉老师 他其实提到说 呃这本书可以让你的理想 变得更实际一点 我觉得这句话是重要的 就像我们在传播教育里面 我们在做新闻记者训练 我们都有理想 可是回到那个现实上面 他实际上不太实际的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会 常常会跟他讨论一件事 就是如果今天老板要叫你做自路 那你觉得做自路性行销是不对的 那你怎么样去拒绝老板 但是又能够维持理想 我相信在这里面也许没有很明确的指出 这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让大家认清事实 恐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不是也就是你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呢 在这本书里面不管是前沿也好 或者是后面的后继也好 后面补上的后继也好 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那个最后面的尾声那个部分 其实也不是没有明讲 是已经暗示 也不是暗示 是直接明讲了 明确的指出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问题的帮凶 也就是说我们在 当我们在骂体制内的人的时候 在骂每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们的这个骂本身可能其实就是助长 这个体制文化的一个原因的问题 那事实上是为什么我要这样讲的原因是 因为我为什么还是觉得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其实这本书其实对我而言 它其实刚刚你可能讲到说 它是一个像是小说的 看起来像小说的真实故事 对但其实它其实是一个 对我而言它其实是一个 那个叫 我忘记中文要怎么 偶然是一个恰好 就是因为当时的 这本书的重书编辑 黄树珍小姐 她当初跟我联系上 那她跟我谈了很久 她说服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因为我刚刚有讲到 我就是说我从小到大都有写文字的一个习惯 对 所以其实我的整个文稿 其实是累积了大约有 应该有 其实原始文稿 大概累积了四五十万字 但是最后把它编成了这十几万字 那我的这个记录其实 对我而言 它其实是作为我以后 日后重新反思和研究的一个素材 但是它告诉我说 把这本书出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是希望说可以 有机会让大家认清真相 然后来改变社会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可能不同的人切入的角度会不一样 比如说外行人会觉得 我们希望外行人是可以就是说反思说 自己以后不要再当键盘科男 不要再当键盘法官 但是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大家是法律系的在学生 或者是当年的我 不知道要不要选择法律系的中学生 也好 在看待这本书的时候 我希望的事情是看到真相 了解真相 但是要思考我要怎么改变真相 甚至我会觉得 我反而会觉得 法律系的学弟妹 尤其是可能有些人 治不在当法官或检察官 他可能想要当律师 他可能想要出国深造 从事学术工作 或者他根本就要转换别的跑道 从事其他的行业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考 还是可以 虽然说现在司法官很难考 但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我当初进 当检察官 我刚刚没有讲到 当检察官的原因 是因为我指导教授 就是王鸿玉教授 他跟我说 我们要进入体制 了解体制 然后才有资格批判体制 同样的道理 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学术工作者 想要批判检察体系 想要批判司法实务的话 那其实应该还是要一点 实务经验才能够切种的 才不会发生学术和实务脱钩的问题 也就是您刚刚讲到 你们在媒体教育的时候 会告诉学生说 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那要怎么处理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了解 实务上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会教育学生 要怎么处理 就不能够只有空谈理想 对 所以我反而相反是说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反而应该也是要进入体制 然后去了解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像 我现在人在德国嘛 那德国的这个法学院的 这个Bachelor的这个学制 就是学士班的这个学制是 有学士是要考国家考试的 那他们在 学校学习完毕了以后 需要去考他们所谓的 Stats exam 就是所谓的这个国家考试的第一试 那第一试考完了以后 我们台湾的考试就是 一试是选择题嘛 然后二试是考生论题嘛 就是那个或实例题 生论或实例题嘛 那三试的话就是口试 然后接下来才进司法官学院去实习 实习量 而且要长达两年的时间 然后再分发出来 可是德国是不一样 德国是什么呢 德国是考完一试以后 而且他们是法官和司法官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考完一试以后 接下来要进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司法机关 或者是律师事务所 去做这个实务的实习 然后实务实习完毕了以后 而且要通过这个实务实习以后 才能考第二试 你就说到第二试的考试 就是所谓的实务考试 所以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比如说德国的非常 尤其是新晋 尤其年轻的 我注意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教授 新晋的教授们 他们本身有什么呢 本身也曾经 他的那个 就是人生履历中 可能会写几年到几年 曾经担任过检察官 或者他们可能会说 在哪些地检署实习过 所以是跟台湾的状况 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反而会希望 就是说 我反而会建议说 不要害怕 进入体制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莫忘初衷 因为人都是体制 人和体制是很容易 一个辩证的关系 对而且很容易 因为我刚好讲到 我在这本书里面 或者说我之前常常谈到 将纲文化 就是说 你进入这体制以后 我本来是充满理想的大学生 就是我整个人背后 好像都发光发热 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 都侃侃而谈 说我们实务工作者 不能怎么样 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 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 在谈这些事情 对我们都很会讲 但事实上进入体制后 我发现 就有时候就发现 怎么那些学长姐们 怎么都好像 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甚至是我想要提醒一下 还在研究所里面念 就是法律的 或者在大学部里面 念法律的学弟妹们 可能会批判 就是实物见解 然后批判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或者痛骂 这些侦察要怎么公开的 或者是批评 为什么检察官 不做这个精神鉴定 为什么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 鉴定实物 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 可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们在批评的这些人 当年可能五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也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 也一样发光发热的 批评这个实物 那为什么 你们现在批评的人 你们现在批评的人 当年也是在你们的位置上 的这些人 那为什么会每个人都变 所以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在于 其实我觉得 要就是莫忘初衷 就是说我在这本书面 我要推荐的 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故事 但是不是讲法官和检察官 不是讲警察故事 有大概四五个五六个基层远警 就是上面下不从的那个故事 我忘记多少页了 可能你们后置的时候 帮我踢上那个页嘛 那个有提到就是 几个警察 他们 尤其是基层远警 是一线三的远警 就是有写信给你一些回应嘛 对对对 他们当年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我必须坦白讲 是我之所以知道 这个案件的原因 还是当时的公诉检察官 当时这个承办案件的 公诉检察官 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这个副所长被起诉了嘛 那公诉检察官觉得 怎么会有 会有这个基层远警抗命 而且他们甚至是 作证 作证对这个副所长 不利的证数 这个在体制内是非常 尤其警察的那个体制 是非常困难的 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到 那为什么有人 却融入了这个降纲之中 所以我觉得 一味的怪体制 你大家想 体制是怎么产生的 不就是一群人 一起产生的吗 所以我才这边文章领中 才说人和体制 到底是谁出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就是鸡身蛋 蛋生鸡 而且这些问题 其实揪揪缠缠 缠缠绕绕 我们早就已经分不清楚 是谁先错 又是谁错的更多 我想今天谈得非常精彩 但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结束 这本书也非常的精彩 刚刚特别欣宜提到说 整个司法体系出了问题 恐怕不是这个体系的本身 跟我们在外面 做一些键盘 做一些柯南办案 或者是我们对于 这个现况了解有限 而提出了一些 没有办法切合实际的批评 恐怕都是一个助长 这个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但是最后也回到一个 有志于从事 这个所谓的司法工作的人 恐怕你也要常常常的反问自己 我的初衷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的初衷 能不能去改变 那刚刚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 那这个所谓的教育的系统当中 恐怕也得要更多的实物当中 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维持理想 但是你又可以好好的办案 然后你怎么去面对 这些来自于各式各样的压力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看 也推荐给大家 谢谢欣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